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吴,欢迎回到东托邦 2013年4月25日凌晨6点多 南京市建业区西滴国际小区内警车呼啸而来 13栋门口,一对老夫妇早已守候于此 他们焦急地将警方带到18楼 只见房间内到处都是血迹 一名满身酒气赤裸着双脚的男子瘫坐在地上 怀中抱着一名血肉模糊的女子 深情地望着他,嘴里还念念有词 救护车迅速将女子送到附近的明基医院抢救 但最终仍然不治身亡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起案件 充斥着富二代,美女,豪车,90后,娇妻等这些网络热词 也正因如此,当年案件在被刚刚爆出时 就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是什么让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支离破碎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南京富二代吉星鹏案 故事的主人公吉星鹏 1988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市秦东镇 那里紧邻中国最大的不锈钢基地 凭借这一地理优势 吉星鹏的父母于90年代初 在当地开了一家不锈糠加工厂 经过多年的打拼 生意一路做到了南京 在南京创办了一家不锈钢公司 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财富 在南京购筑了四处房产 可谓家底殷食 一直以来父母就尽可能的 给吉星鹏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 从小就读于双语学校 可教生惯养的他 对学习总是不怎么开窍 初中时期因为与同学打架一度休学 17岁时他因为在洗浴中心惹事 打砸物品而被拘留 后来从南京某技术学院大专毕业后 既没有进入自家的公司 也没有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来养活自己 每天留连于酒吧夜店 只要没钱了就伸手向父母要 2011年4月的一天晚上 吉星鹏和三五好友一起去KTV喝酒唱歌 大约9点钟左右 他外出接了一个电话 回来时走错了包厢 而且一进包房就夺过话筒要唱歌 眼看话不投机就要动手 此时一个娇小靓丽的女孩站出来说道 都是出来玩的 犯不着顶枝 这个女孩名叫齐可欣 是当时北京邮电大学 世纪学院的一名在校大学生 趁着假期回来南京参加同学聚会 而她就是吉星鹏日后的妻子 齐可欣1991年出生 比吉星鹏小了三岁 是个地地道道的南京女孩 因为长相甜美 在南京英华学校上高中时 曾经一度被评为五朵金花之一 齐可欣的父母都在国企上班 虽然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不上极佳 但也绝对是衣食无忧的小康家庭 他们在南京也拥有两套房产 作为家中独生女的齐可欣 可以说从小是被父母捧在手心上长大的 和很多爱漂亮的女孩子一样 她从小也喜欢打扮 还在微博上自嘲说是超级败家女 买了太多的衣服衣柜都放不下了 在那次KTV偶遇后 吉星鹏就对齐可欣一见钟情 他说齐可欣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 他心都醉了 在吉星鹏的猛烈攻势下 两人很快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可齐可欣的父母却不怎么看好这段感情 他劝女儿说 你还在读书 没什么社会经验 找男朋友要慎重 他们宁愿女儿找一个对他好 有上进心的穷光蛋 也不愿意女儿跟一个只会享受的富二代 相比之下 吉星鹏的父母却非常喜欢齐可欣 他们刚刚确定恋爱关系没多久 吉星鹏的父母就把齐可欣当做了准儿媳妇看待 甚至视他如亲生女儿 为了赢得齐家父母的支持 吉星鹏改头换面 穿上了工作服 去自家的公司上班 还亲自下车间 齐可欣趁热打铁 将吉星鹏带回了家跟父母见面 期间吉星鹏待人接物礼貌客气 对齐可欣是言听计从 齐可欣的父母看着女儿这般幸福的模样 也就接受了这段关系 2011年7月1日 吉星鹏的父母为二人举办了盛大的订婚宴 可是好景不长 两人还没有正式结婚 吉星鹏的本性便流落了出来 2011年10月的一天晚上 吉星鹏无意中发现 有人在齐可欣的QQ上留言 称其为老婆 戏份的吉星鹏拉住齐可欣 质问对方是谁 齐可欣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网友 对方实在开玩笑 可是吉星鹏不依不饶 要求齐可欣把对方拉黑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齐可欣摔门而去 齐可欣等了他一个晚上 喝得酩酊大醉回来的吉星鹏 看到齐可欣的QQ签名写着 夜已深仍然感到很多力量 我喜欢自己顽强的小宇宙 吉星鹏度火中烧 问齐可欣说道 很多力量哪来的力量 齐可欣说吉星鹏是不可理喻 此时吉星鹏怒吼一声说道 你还敢还嘴 然后一拳打断了齐可欣的鼻梁 酒醒后 吉星鹏受到了父母的严厉训斥 他也不断地向齐可欣道歉 说再也没有下次了 齐可欣哭着说 我长这么大都没有被父母打过 你下手太狠了 吉星鹏自知理亏 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指甲把脸都划破了 齐可欣哭着抱住了他 两个人和好如初 一个多月后 吉星鹏联系了整形医院 带齐可欣去做了 他心心念念的双眼皮手术 细节两人有说有笑 下午七可欣就在自己的左肩上 闻上了吉星鹏的名字 还把纹身的照片发布到网上 傅文说道 幸福是用来感受的 不是用来比较的 感情是用来维系的 不是用来考验的 爱人是用来疼爱的 不是用来伤害的 照片下吉星鹏的表妹留言说 看来你真的很爱我哥呀 七可欣说道 那是肯定的呀 然而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两人心中的那根刺 早早的就埋下了 吉星鹏有严重的处女情节 多次酒后失言 咒骂齐可欣说她不是处女 齐可欣也发现 两人交往后没多久 吉星鹏就开始在外面风流 有时候忍不住说她 吉星鹏反而怒怼道 说你是一池清水啊 别给脸不要脸了 就这样每次吵架动手之后 吉星鹏都会各种甜言蜜语的 向齐可欣道歉 然后再买各种珠宝首饰包包和名牌衣物 来哄她开心 2012年3月底 吉星鹏怀疑齐可欣生活不检点 愤怒之下摔碎了一个碗 拿着碎片逼齐可欣割腕 证明自己的清白 温顺的齐可欣 竟然真的听从了吉星鹏的无礼要求 晚上回到家后 齐可欣的母亲看她神色有异 于是就拉开她的衣袖 发现了手臂上十多道伤痕 此事过后 齐家父母死活都不同意女儿再跟吉星鹏来往 最后还是吉星鹏的父母亲自上门道歉 齐家才原谅了他们 2012年5月 齐可欣发现自己怀孕了 齐家人高兴坏了 5月8日 两人便领取了结婚证 还在上大学的齐可欣 也办理了退学手续 在西低国际的家中安心养胎 2012年7月26日 两人在众多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整个过程浪漫又温馨 让许多参加婚礼的朋友至今难忘 可让齐可欣没有想到的是 短暂的甜蜜过后 她面临的是夺命的深渊 2012年8月 吉星鹏偶然发现了齐可欣之前的开房记录 上面赫然写着 2012年3月28日 齐可欣和某林姓男子 共同入住了南京某酒店 吉星鹏看着这开房记录 是勃然大怒 然后又想起了几天前 陪着妻子去医院产检 医院推测的收运时间 大约就是在3月底4月初 吉星鹏不禁的怀疑 妻子都中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慎重其间 他委托朋友 进一步确认这条开房记录的真伪 经查证确实属实 开房记录中的南某 是一名汽车销售员 与吉星鹏和齐可欣都认识 平时就热衷于泡巴 吉星鹏拿着证据去质问妻子 说孩子到底是谁的 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齐可欣失口否认 两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吉星鹏甚至对上代孕期的齐可欣动了手 可是根据齐可欣的母亲所说 这条所谓的开房记录就是一个误会 2011年下半年 齐可欣的身份证曾经遗失过 后来补办了一张新的身份证 几个月之后 齐可欣的妈妈在给女儿房间做大扫除时 找到了那张丢失的身份证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齐可欣都持有两张身份证 2012年3月中旬 齐可欣因为参加一项资格证的培训 要报名 出于信任 就将身份证交给了一个闺蜜 找她代办 可不料闺蜜却拿着齐可欣的身份证 和汽车销售林某去开了房 这才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 东窗事发之后 因为开房事件涉及到闺蜜的隐私 齐可欣并没有找闺蜜出面澄清 可是汽车销售林某 却多次找到了吉兴鹏 跟他解释说 和自己开房的人并不是齐可欣 但是此事依然成为了 吉兴鹏心中解不开的疙瘩 他认为是齐可欣和朋友串通好了 社局去撒谎骗他 于是两人三天两头的爆发争吵 忍无可忍的齐可欣 要求去医院做养水穿刺 以提取养水中胎儿DNA的方式 来进行亲子鉴定 可是吉家父母 却不同意养水穿刺这件事 一是因为他们相信齐可欣的为人 二是养水穿刺 有可能会导致流产 但是齐可欣和齐家父母 却坚持要做 要不然这事光靠一张嘴 是说不清楚的 最终双方家庭协商后 决定做亲子鉴定 可是没想到 吉兴鹏却在鉴定当天 玩起了失踪 养水穿刺亲子鉴定 自然也没有做成 2013年元旦过后 齐可欣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数位人母的喜悦 让齐可欣全身心的 都铺在了女儿身上 齐家父母对齐可欣也是照顾有加 为了缓解和丈夫的关系 齐可欣更加委屈求全 事事都顺着吉兴鹏的意思 孩子出生之后 齐可欣曾经再次提出 要做DNA亲子鉴定 但是吉兴鹏却说 不用了 孩子就是他的 1月19日 还在坐月子期间的齐可欣 给母亲发信息说 想要借2万块钱 说是朋友有急用 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 齐可欣才承认 这所谓的朋友 正是丈夫吉兴鹏 她在外面欠下了赌债 因为不敢让吉家父母知道 所以才让齐可欣 找自己的父母借钱 帮她还债 这还没完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齐可欣对这段婚姻 彻底失望了 2013年2月 两人的女儿刚刚满月 吉兴鹏就发现自己身体不适 其医院检查后 发现染上了性病 医生告诉她 这病可能会传染给妻子和孩子 她给齐可欣和女儿 也安排了检测 幸运的是 两人并没有感染 但同时也说明 吉兴鹏这病 是从别处染上的 她出轨了 齐可欣与吉兴鹏 再一次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吉兴鹏理直气壮地对妻子说 让她少管闲事 还说如果不是她出轨在先 自己也不会对婚姻这么的失望 这一次 齐可欣也不肯退让 她第一次动了离婚的念头 她抱着女儿回到了娘家 跟母亲诉说 吉兴鹏每一次喝酒之后 都会对她家暴 齐妈妈看着伤痕累累的女儿 很是心疼 表示支持女儿离婚 不久后 齐家父母还卖掉了 他们的遗处房产 想着等女儿离婚后 可以给她做开美甲店的启动资金 2013年4月19日 是吉兴鹏和齐可欣女儿的百日宴 双方家庭顾忌颜面 还是都参加了 宴席上 齐家父母向齐可欣和 齐可欣的父母道歉 坦言多年以来忙于生意 疏忽了对儿子的教育 让齐可欣受委屈了 还说他们全家 真的都很喜欢齐可欣 孙女又这么的可爱 怎么忍心让她这么小就经历父母离异呢 在亲戚的轮番劝说之下 齐可欣忍下了离婚的念头 又回到了吉家 可事实证明 温柔感化不了暴力 只会让你送命 2013年4月24日 吉兴鹏和三五好友外出喝酒小聚 期间朋友再次提起 齐可欣开房记录的事 问吉兴鹏说 你老婆到底出轨没有 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还说齐可欣婚前就特别爱玩 甚至还做过坐台小姐 这话无疑让自尊心极强的吉兴鹏 非常的难堪 他心想朋友们当面就敢这样调侃他 背地里还指不定怎么说呢 凌晨五点多 吉兴鹏回到家中 早就已经喝得意识混沌的他 揪起齐可欣就问 你是不是出轨了 孩子是不是别人呢 面对喝醉的吉兴鹏 齐可欣毫无招架之力 只能不断的哀求他 让他不要再闹了 可是吉兴鹏上来就给了齐可欣两个耳光 争吵声惊动了住在富士楼二楼的吉兴鹏的父母 他们赶忙下楼来 可只见到儿子拿着一把菜刀就冲进了卧室 并且反锁了房门 接下来就听到了齐可欣 淒厉的惨叫声和呼救声 吉兴鹏父母合力撞开了卧室门 可是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齐可欣早已奄奄一息 此时楼上他们刚满百天的年 幼的女儿还在酣睡中 身中五十多刀的齐可欣 最终还是未能摆脱死亡的追逐 吉兴鹏得知母亲已经报警之后 终于回过神来 他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抱起被自己砍的遍体鳞上的妻子 喃喃自语 案发后 南京市建业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 给齐可欣的女儿和吉兴鹏做了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 女儿戏吉兴鹏亲生 得知这一消息的吉兴鹏失声痛哭 齐家父母每每谈到女儿的过世 眼泪总是止不住的往外流 他们说在太平间看到女儿时 女儿眼睛还是睁着的 她死不瞑目 不仅如此 他们还要面对网络上 针对齐可欣的各种不实留言 有的说是齐可欣出轨在先 有的说是他给吉兴鹏戴了绿帽子 还有的说齐可欣生前就是坐台小姐 贪目虚荣才嫁给吉兴鹏的 可悲的是 案件刚刚被爆出时 很多网友关心的不是 齐家父母追心刺骨的丧女之痛 而是吉兴鹏究竟是不是富二代 他们家有多少钱 他开的是什么车 他是不是南京某超宝俱乐部的成员 齐可欣的朋友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在网上驳斥说道 齐家也不缺钱也不穷 齐可欣跟吉兴鹏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一开始吉兴鹏对他很好 什么都听他的 让他觉得找到了好男人 齐可欣的母亲在整理女儿遗物时 发现了他生前留下的日记 里面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了 每天的行程 为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在丈夫自私的猜忌中 齐可欣的日记里写的全都是他满含血泪的 试图挽回家庭的努力 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日记中有一段写着 越来越没有意思了 全部都是谎言 习惯了欺骗 何苦又要在意 早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别傻了 你的付出是永远得不到回报的 在生病的最后 齐可欣对这段感情也是彻底心凉了 记者曾经采访过齐可欣的一位高中同学 同学说齐家的家庭条件也不差 齐可欣是不可能出去坐台的 既然就是学美术的 基本上家庭情况也不会差到哪边去 如果家庭情况很是一般的话 也不至于在外面学 面对警方的审讯 齐心鹏一开始居然说 是妻子因为自己回家太晚 又喝了酒 两人才爆发了争吵 这个时候妻子突然冲进厨房 拿了一把水果刀 像发了风一样挥向他 但是挥空了 齐心鹏是出于自卫 才夺过了水果刀刺向了妻子 而且只刺了三刀 然而事件报告让齐心鹏的谎言不攻自破 齐可欣的身上 足足有55处刀伤 致命伤是从背部刺住的那一刀 而且从刀口的大小判断 齐心鹏至少换了三把刀 可谓是丧心病狂 2014年4月18日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齐心鹏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对其限制减刑 齐可欣过世之后 齐家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伤痛 尤其是齐妈妈 因为私女成疾精神恍惚 上街时都会走神迷路 最后齐爸爸没有办法 只能辞职在家照顾妻子 两人为了尽快走出阴霾 甚至卖掉了满是女儿回忆的房子 搬了家 齐可欣留下的小女儿 目前由齐家和齐家共同抚养 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将来孩子如果问起爸爸妈妈在哪时 真不知道两家的老人该如何回答 可更让人瞅目结舌的是 法律给了吉兴鹏一线生机 他却丝毫都不珍惜 在两年的缓刑期间 四次因为电视音量 洗澡等问题 暴力殴打其他服刑人员 导致一人轻伤 这样的行为 在吉兴鹏所服刑的监狱里 多年以来实属罕见 2017年11月 南京中纪人民法院认为 吉兴鹏不堪改造 以破坏监管秩序罪 判处了他三年有期徒刑 吉兴鹏已经上诉 该判决尚未生效 一旦生效 将暴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撤销吉兴鹏的缓刑 他将被立刻执行死刑 如今已经四年过去了 有网友在中国法院网上留言 询问吉兴鹏的最终判决结果 官方给予的回复是不予公开 所以吉兴鹏到底是否会被执行死刑 目前尚未可知 从结婚到生下女儿 再到杀其案的发生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吉兴鹏对其可心 打罢如同家常便饭 甚至是在七可心怀孕期间 也没有停止过 每次施暴之后 吉兴鹏都会痛哭流涕 跪求原谅 说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说会对妻子好 会对孩子好 七可心一直既希望于丈夫能够改过 也希望能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 一味的忍让和原谅 却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事实证明以柔克刚 在暴力倾向面前 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用温柔去面对家暴 你就会发现 一切不会变好 只会变得更糟 吉兴鹏第一次对七可心动手 打断了他的鼻梁之后 七可心却选择把吉兴鹏的名字 纹在了自己的背上 吉兴鹏怀疑七可心生活不检点 逼他个腕 他也照做了 七可心的温柔退让 妥协顺从 并没有换来吉兴鹏的信任 也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的行为只让吉兴鹏 接受到了一个信号 我的暴行会被你原谅和接受 就算我这么对待你 你依然会选择顺从我 从家暴到被逼割腕到要求做亲子坚定 再到杀害妻子 每一次七可心都幻想用温柔去感化吉兴鹏的暴虐 用顺从去抚平他的愤怒 然而事实上他所有的温柔都成为了对吉兴鹏的鼓励 施暴者的心底是没有善意的 也是无法被温柔唤醒的 而且被残暴对待的不仅仅是女性 据统计 每100对家暴的家庭里 就有10到15对是男性受害者 而且超过90%的男性 在面对家暴时 也往往会选择忍气吞声 绝大部分施暴者 在暴力结束后都会道歉 在道歉时 各个都是影帝影后附身 声泪俱下 长篇累赌 然而他们的漂亮话 没有几个字可以相信 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如何 不应该只看他心情好的时候 更要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 七颗星的案件告诉我们 面对暴力绝对不可以退让 远离那些无法控制情绪 有暴力倾向的人 把他们留给法律去制裁 去叫化 那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